可以享受饭跟面不同的口感 先把面拿出来 放在袋子里面捏碎 然后倒回去往里面 水量没有特别指定 如果你想要比较软的话 可以加多一点 如果喜欢脆脆的口感的话 其实不加入水也可以 鸡蛋先均匀打之后 放入锅子里 鸡蛋不用加热太久 半熟的时候就可以加入白饭 白饭使用隔夜饭 或者是刚刚煮好的都可以 等一下还要加入面 所以白饭的分量可以自己调整 白饭跟鸡蛋均匀散开以后 就可以加入面 面已经吸收了水 变成稍微软一点 泡面每一种口味跟状态不一样 最好不要全部加入 先试味道看看咸度 我有试吃了 感觉这次调味粉可以全部加进去 加入面以后不用炒很久 均匀散开就可以装盘了 OK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卡普面茶汗完成了 面的熟度刚刚好 可以享受饭跟面不同的口感 这一次我有一起煮了一锅蔬菜汤 这样子营养面比较好 有几种不同的蔬菜 哪一颗菜先要加入 我的想法是在土内长大的菜 红萝卜 洋葱 这些可以先加入 然后涂上长大的菜 像高丽菜 可以等到水滚再放进去 这一次我把干燥海太牙直接放进去 如果你用胭脂的海太牙的话 记得先泡水一下 冲一冲再放进去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喝的 wakame野菜汁完成了 有营养 还有搭配这种汤好处的是 把炒饭稍微蘸一下吃 也超级好吃的 大家要记得多吃营养食材 我们一起好好保持健康 扫描哭扰扣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风传门 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